都知道悟空在小的时候 因为意外掉落悬崖撞到脑袋 从而导致悟空失去了记忆 性格方面也变得单纯善良 但要是悟空恢复了记忆 大家觉得悟空会变成怎么样子呢 虽然在正统的龙珠中是没机会看到了 但是在这部同仁作品中却弥补了遗憾 故事的时间线是悟空打败小波欧之后 并且小波欧的转世之身欧布也出现了 这天悟空和往常一样和欧布切磋 超一的实力奈何不了欧布 于是悟空直接变成了超二形态 只见雷光缠绕的悟空朝着欧布冲去 欧布也不胆怯同样朝着悟空冲来 可没想到欧布在上冲的过程中 意外激发了小波欧的邪恶之力 悟空一拳落空被欧布抓住了机会 只见欧布蕴含邪恶之力的一击 狠狠击中悟空的后脑 悟空口吐鲜血两眼翻白 身影快速朝着地面下坠 只见悟空刚落地 欧布就抓住机会乘胜追击 可突然欧布愣住了 因为悟空的身上 散发出无比邪恶的气息 与此同时在布马家 贝吉塔感应到悟空这股邪恶的气息 震惊 这还是自己所认识的悟空吗 反观此时的欧布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于是就是这呼喊悟空的名字 看着背对着自己的悟空 突然转过头来露出邪恶的笑容 欧布仔一看觉得此时的悟空怪怪的 眼看邪恶悟空要对欧布出手时 大脑的突然刺痛 让悟空恢复了理智 看到悟空恢复正常后 欧布终于忍不住两腿发热 随后悟空也结束了和欧布的休息 打算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可就在悟空正要施展瞬间移动时 意外又一次发生 悟空的身上再次散发出邪恶的气息 关于小时候的各种经历 以及遇到的每一个人 开始从悟空的记忆中消失 随后悟空两眼翻白 一道冲天而起的光柱捅破云霄 天神殿上笔克看到这一幕 脸色都发绿了 而贝吉塔快速赶往悟空所在的地方 另一边孙悟范再次穿上自己的超人服装 同样朝着悟空所在的方向飞去 反观此时的悟空面容不在慈善 而是一副坚人的模样 正在往家里感到欧布还在想着问题 突然就被悟空神来之脚一击命中 正退的欧布看到出脚之人是悟空后 询问悟空到底是怎么了 难道这也是修行的一部分 可悟空你不是说修行已经结束了吗 连续三连问的欧布 让此时的悟空有点茫然了 随后悟空更是说出 自己可不是你口中的悟空先生 在你面前的乃是宇宙最强战斗民族 赛亚人卡卡罗特事业 欧布看着悟空突如其来的暴起 还来不及反应悟空就朝着自己冲来 哼的一声 欧布瞬间被击飞 此时的欧布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不想和悟空动手只能飞走 打算先和孙悟范等人会合后再说 突然欧布背后中了冷枪 肩膀直接被贯穿 悟空露出邪笑地说道 只顾着逃走可是会死的忧 欧布也意识到不快点决出胜负的话 事情可能会变得很糟糕 于是欧布对准悟空扔出一枚大波 悟空刚想吐槽这种程度的攻击没用时 大脑再一次刺痛让悟空来不及闪躲 导致悟空直接被大波正面击中 此时的欧布也愣住了 震惊悟空居然没闪 而是正面接下攻击 看着浓烟欧布担心地呼喊悟空的名字 然而悟空却有些不耐烦了 重复自己叫卡卡罗特 不是叫孙悟空 欧布看到悟空前后的反常行为 意识到悟空有可能是记忆出现了错乱导致 就在欧布还在思考时 悟空已经朝着自己冲来 两人瞬间激烈地缠斗在一起 正所谓黑化墙漆被洗白若三分 欧布一直被悟空压制着 这时欧布也反应过来 此时的悟空是真的想杀死自己 只见悟空开始凝聚龟派弃弓 欧布看到这一幕 感觉死神在向自己招手 或许是因为临近死亡的原因 欧布在危急时刻觉醒了小波欧的力量 拥有魔道之力的欧布朝着悟空冲去 并且凝聚砂锅大的拳头 一拳就将悟空轰飞 此时的悟空也察觉到 觉醒后的欧布力量比自己强大了许多 这时欧布出现在悟空的身后 但是悟空没有慌乱 因为欧布的攻击过于单一 可没想到悟空的大脑再一次刺痛 导致悟空又一次被欧布攻击得逞 倒飞的悟空刚稳住身体 欧布就已经来到自己的身后 眼看欧布砂锅大的拳头即将挥出时 却看到悟空露出一副痛苦的模样 这让欧布的攻击有些迟疑了 欧布瞬间想起和悟空相处的十年时间 最终欧布还是下不了手 放弃了攻击悟空的好机会 正所谓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欧布直接被悟空一拳贯穿了身体 口吐鲜血的欧布失去战力从空中坠落 眼角中还流下了泪水 不敢相信悟空真的下得了手 悟空看着倒地的欧布吐槽说道 战斗中犹豫简直是愚蠢 白白浪费了刚才激发出的力量 就在这时悟空愣着了 原来贝吉塔不知何时 已经来到了欧布的身边 此时的贝吉塔看着欧布觉得有些惋惜 眼神中透露出愤怒的火焰 看着此时露出邪笑的悟空 贝吉塔夸赞几年未见 这笑容管理进步很大吗 然而此时的悟空不想多说废话 直接抱起让贝吉塔来和自己打一架 贝吉塔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悟空要占自己绝对奉陪 于是两人的战斗一触即发 狡猾的贝吉塔一上来不是进行格斗 而是先放出一个大波攻击 巨大的烟雾中飞出一道身影 悟空吐槽贝吉塔 一上来就放出这么明显的攻击 看来是我高看你了贝吉塔 然而贝吉塔却只是微微一笑 随后打算换个战场 就问悟空你能不能跟上我的速度 果然悟空被激怒了 瞬间就跟着贝吉塔离开此地 就在两人刚离开不久 胖伯欧就出现在欧布的身边 胖伯欧也看出 贝吉塔是给自己制造机会 另一边悟空紧跟在贝吉塔的身后 贝吉塔也知道 在战斗力上悟空在自己之上 随后贝吉塔找到一处无人之地停了下来 悟空也紧随气后停在贝吉塔的面前 随后贝吉塔询问悟空 对超级赛亚人了解多少 或许是担心悟空恢复记忆后 不知道超级赛亚人的实力划分 贝吉塔介绍第一次变身是超一 而我们现在的形态则是超二 并且告知变成超一后 实力是基础战斗力的50倍 超二则是超一的两倍 这也证明在同样的超赛阶段 谁的基础战斗力高谁的实力越强 而超二的悟空战斗力已经达到50亿 反观贝吉塔只有30亿 悟空一听就高兴了 看来贝吉塔不是自己的对手 然而贝吉塔却突然笑了 随后爆发出比刚才更加强大的气势 超二贝吉塔变成了破坏王子贝吉塔 这样一来贝吉塔的实力就持平悟空了 原来在这十年的时间里 贝吉塔经历了刻苦的修炼 即便没有巴比迪的控制 贝吉塔也可以爆发出魔人贝吉塔的实力 悟空看到这一幕也很兴奋 终于有人能和自己势均力敌了 随后悟空朝着贝吉塔快速冲去 两人的手臂相互碰撞 贝吉塔接下了悟空的第一拳 紧接着是第二拳 随后贝吉塔用脑袋震退悟空 悟空反手就是一拳打脸贝吉塔 这时贝吉塔露出微笑 一拳打出却扑了个空 但是第二拳却成功击中悟空 此时两人彼此对视 确认过眼神确实是对的人 随后两道身影在空中快速碰撞 整座山头都被夷为平地 最终贝吉塔略出下风被一脚踢飞 稳住身体的贝吉塔再次冲向悟空 这次贝吉塔没有选择和悟空硬碰硬 而是施展王子战法 眼看悟空即将被自己狂风时 贝吉塔露出了微笑 却不曾想悟空利用瞬间移动 来到贝吉塔的身后 反应迅速的贝吉塔用手臂 挡住了悟空的飞踢 随后两人彼此来开距离 此时的悟空夸赞贝吉塔 实力已经追上了超二的自己 已经可以说是势均力敌了 甚至在一瞬间的爆发 贝吉塔还隐约在自己之上 贝吉塔听完后也反过来夸赞悟空 称悟空才是真正的战斗天才 随后贝吉塔进入了回忆 以前贝吉塔一心想要超越悟空 自从沙鲁片从时光屋修炼出来后 贝吉塔知道自己和悟空的差距越来越大 因为悟空很聪明 选择了平衡感最好的超一 作为最佳的战斗形态 反观当时的贝吉塔从时光屋出来后 也仅仅把超一开发到第二阶段而已 对付当时的沙鲁一点用都没有 而特南克斯则是比贝吉塔好一些 将超一开发到第三阶段 但是却打不过完全踢的沙鲁 但是悟空却将超一开发到极致 达到了第四阶段 孙悟范更是突破到超二 随后到了魔人不欧篇的时候 自己更是选择放下尊严 接受巴比迪的控制获得更强的力量 可没想到悟空又领先自己一步 居然达到了超级赛亚人3 这下子贝吉塔终于承认 自己的尊严已经智力破碎了 但也多亏了这样自己才清醒过来 放下尊严后的贝吉塔变了个人 把悟空以前经历的修炼过程都走过了一天 第一站贝吉塔来到了卡琳塔 这是贝吉塔第一次见到猫仙人 贝吉塔上来也不废话 让猫仙人把超神水拿出来给自己喝 但是猫仙人却拒绝了 贝吉塔一听有点怒了 疑惑悟空能做的修行我却不行 猫仙人急忙解释听我把话说完吗 悟空是爬上卡琳塔 而贝吉塔你却是飞上卡琳塔 要想和悟空做同样的修炼 也必须要爬上卡琳塔才行 要是以前的贝吉塔早就离开了 但是为了弥补和悟空的差距 贝吉塔最终还是放下的尊严 就连猫仙人都看出 现在的贝吉塔已经改变很大了 很快贝吉塔就爬上了卡琳塔 因为曾经砍断贝吉塔尾巴的原因 亚齐洛被早早地逃到塔顶躲起来了 听完贝吉塔的经历后 悟空也认可了贝吉塔的修行 可即便贝吉塔能追上超二的自己 但是别忘了悟空还可以变成超三 只见悟空在贝吉塔的面前变成了超三 远处的比克看到这一幕 知道悟空的气已经盖过贝吉塔了 此时的比克只能祈祷 让特南克斯赶紧及气气科龙珠 超二贝吉塔该如何打败悟空呢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